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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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杨茜茜 大家好 杨茜茜 歡迎收看今天轉向呼籲 那你先看一下今天大盤表現 就是說在以昨天 昨天這個美股四大指數 我想在就是說以在昨天 除了這個被證辦理體收黑以外 那其他的這三大指數 尤其說像道瓊工業指數 都還是連續5天的一個創高 那昨天這個道瓊一樣是大漲102點 那實際性其他這三個指數 包括像道瓊 包括像SMP500 跟這個NASDAQ指數 全面性又是都是改寫這個歷史性高 那當然改寫歷史性高 也連動今天台股大盤 早盤一度也是開頻走高 那今天這個最高點一度來到這個10934 那當然用這個109 一樣持續性 又是創下這個27年以來的這個新高 那這個新高當然的話 就是說以在最近這段期間 連續兩個禮拜 我想短短10天 這個盤總共也彈了一個526點之多 從這個10月27號 這個外資歸對的一個後續 談到目前為止 也談了十股的時間兩個禮拜 也談了整整526點 那變成說 為了說我們也連續幾天了 包括像在昨天前天也預告 各位說 目前就以台股大盤來講 就是說它的一個乖慮率 乖慮率已經來到這個3 過了個3 那3等於是說 我們通常告訴各位 就是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 它通常在乖慮率 在正戶這個2.5 通常就會是一個波段的一個 相對的一個高檔區 那這個高檔區 尤其說 短線上那麼短的一個時間 漲了一個500多點 我想 就以今天這個實際上台股的表現狀況 開屏走高之後的一個拉回 那這個拉回拉回87點 我想這個都還算是一個 相當相當正常的一個狀況 因為畢竟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說 一樣就是說 反應就是說 近期的一個規律率過大 那時候正規律過大 它就形成一個叫技術性的一個修正 技術性的一個修正 那這一波這個修正 我想我們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我們是一段一段的一個操作 相對於就是說 等於是這個波段 你說說你跟著我們 不管是說搶這段技術性反彈 對於從之前 創高之後修正拉回 拉回展開這一段技術性反彈 我想談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我們在包括 也在1月2號告訴各位 就是新歷年這個新村開放板 告訴各位 季線站上 那等於是說 全面性不管是說短中長期 都已經恢復到一個叫多頭架構 那甚至在前天去突破 這個10882 那變成說這個又是 針對就是說 技術性反彈 它又已經轉化為一個 叫做回升的一個行情 那回升行情 當然的話 短線上漲多 做這個技術性修正 這個都是屬於 相當相當正常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全面性 都是在我們這個預料當中 那我想這個拉回 後續這個拉回 各位你就不妨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在1月3號 這邊有個跳空缺口 那這個跳空缺口的一個低點 大概是落在10710點 那我們就抓一個範圍 抓一個整數大概去說 修正拉回 拉回到這個跳口 大概是落在這個10750點 這附近 就會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一個支撐 那畢竟就是說 就以大盤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就說各位 就是說這個盤能夠去修正到 拉回到的話 你拉回比較深 相對後續再往上做攻擊的一個 就是說跟打皮球一樣 你彈的越 就是拉回越深 後續彈的一個力道 才會更強 那相對就是說 拉回到這個1月3號 這個跳空這附近 又會是各位 如果說你在以往 這一段 你沒有跟著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運作 一檔標股賺完 再接一檔的投資朋友們 我想你拉回來 這個又會是各位一個很不錯很不錯 趁拉回 來做這樣找買點的一個 絕佳的一個timing 那大概就是說 以這個是實際上 盤式的一個部分 大盤的一個角度 我想現階段 多頭已經確立 那多頭確立 當然就是說 這個標準的一個操作動作 依然還是請各位 不追高 靜待它拉回 拉回去做到 找買點的一個策略 我想這個策略 我們到今天為止 依然不會去做任何的改變 那重點我想 這是就大盤的角度 我們著重的還是在一個實務上的一個操作面 那這個操作面我想就是說 我根據遠的遠一點 我們就不提了 就是說以在昨天 昨天各位你應該還記憶猶新 昨天為了是我們做了怎麼樣一個動作 我們昨天針對一檔 再從上個禮拜禮拜二 就是說我們帶進了這檔 這個2377這個微星 尤其說以這檔個股 我們在當時1月2號 其實我們都在盤中 直接針對電競這個產業 電競這個產業 那我們也都給各位做到上直接分享 信息說在1月2號 我們也開放一個活動 就是所謂的一個叫 這個體驗帶進這個活動 那體驗帶進我想我們從1月2號 買進去微星這檔個股的後續 買日後 我想1月2號在這邊 他剛剛好突破 整理三個月的一個平台 那突破平台我想這個又是一段 1比1的一個等乎測量的一個漲勢 那等於說我們切進去的一個後續 從1月2號連續 到目前就是到昨天之前 天天漲天天收紅 你早買一天你就多賺一天 每天起每天起 變成說 以微星的實際上表現的一個狀況 天天漲天天做一個不斷不斷的一個創高 每天起每天創高 那大家以微星這檔標的 我們就是說套用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我們依然很清楚告訴各位 什麼叫快打部隊 就是說 我們的操作循環大概一個禮拜上下 那等於是說我們要帶各位買 是買在所謂的一個叫奇漲的一個買點 買奇漲點 那買進去之後 拉高 拉高那等的話 達正到我們這個獲利目標 我們一樣惡化不說 我們會把它去做到這樣實現 我們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當然我想我們在針對微星 我們在昨天也很公開的告訴各位 我們已經帶著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請記說 包括你有來參加我們這次這個體驗帶進活動的 我們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我們在昨天已經率先把它去做到 實現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實現獲利我想短短一個禮拜 16%雖然不多 問題就16%的一個獲利 我們依然很順利很成功的 把這個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我們還是強調老話語句 有買有賣 把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我想這個 才叫做一個真正的一個獲利 那我要說我們真的不希望各位 你就是說你買到一檔標的 標的 漲上去已經很不錯 那問題你漲上去 爆上去 你結果你不賣 後續又爆下來 我想就是說 這個我們這個 以往給各位獵擊的這個實力已經太多太多 不升沒擊 等於是說 你把你的一個個股 你抹去以後 我想爆上去 你不會賣 你沒有去賣掉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又全部又拉回來 因為畢竟現階段這個個股都是在做一個強勢輪動 那各位你不要去太寄望說 基手指數已經來到這個10700多點的這個當下 你還要有一個叫做波段的一個行情 那這是之所以我們就說我們在近期一定要不斷跟各位做強調我們的策略的一個核心 我們是踩這叫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這之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近期你說跟緊我們的腳步來踩這個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的運作 當然的話 你這個獲利的一個績效 都能夠去協助到各位 拉到最高的一個極致 十幾% 十幾% 這樣弄 我想你相對應來講就是說 你累積一個禮拜不多 你知道一個禮拜10%的一個獲利 經過八個禮拜 你的一個財富已經翻兩倍 你已經賺一倍以上了 那這是之所以說我們還是不斷跟合作強調 有買一定要有賣 有賣的一個動作 不要爆上去又爆下來 像今天這個微星 實際上一個狀況 今天微星跌了個3.4% 今天3% 那等於說他今天股價是跌了3塊錢 那3塊錢等於是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如果說你買一張就好了 買個一張 你昨天少了歐老師我們這個盤中的這個訊息 要各位來做到賣的一個動作 你少這麼一個動作 到今天一張就差多少 差3千 那你買個10張的投資票 我想買個10張是很輕鬆愉快 大多數人都是重的一個做法 買10張到今天差多少 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 一差差3萬差3萬 這個是之所以我們還是要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股票市場沒有那個天天漲也沒有那個天天跌 那相對就是說 你記得你的一個操作就是說 針對這些強勢多頭這種標的 你買上去買下去就是說我們這個快打不對的運作 買我們要帶各位買這個叫做轉折的一個奇章點 奇章點買到之後 你賣去拿你是賺多賺酒而已 那賣 就是說拉高之後 你一定切記 你要去做到一項叫做實現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不要爆上去又爆下來 但是對這個像微星的部分我想賣的相當漂亮 他們賣掉今天就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修正拉回 那除了像微星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就說陸陸續續 我們就說在這一波這個台股大盤 大盤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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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從上個禮拜 其實上禮拜我們就針對這些 已經漲多的個股 我們每天跟各位強調漲多標的 希望各位你要記得 一定要去留意它的一個賣點 留意它的一個賣點 把獲利去做到實現 那包括我們從上個禮拜 上禮拜二開始 我們就賣掉這個6120的答運 我想答應這檔標的就是說 我們兩段的一個操作 兩段的一個操作 就是說每一段都是我們不帶各位去做追價 我們是怎麼買 我們是怎麼買 我們的一個買法是買這種回測 創高不買回測 手撐我們買在這轉折七掌的地跟K棒 一切入就是馬上轉一段二十幾% 那後續一樣做創高 創高我們一樣去靜待它那個回測拉回 回測就是手撐 我們做第二趟 一切入一樣就是馬上轉 那這一段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二 它一樣漲停板 改寫它那個新高的那個當下 我們去做到實現這個獲利的動作 那你不賣 你不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想 以答應的部分前天 前天是跌了快接近8% 這支長黑跌了8% 到今天答應就實際又跌了2.5% 這是之所以我們還是老化一句 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有買有賣 把獲利放到口袋 這個才叫真正扎扎實實的獲利 那是答應的部分 以答應我們是兩段次操作 已經把40幾%的一個價差 早都已經放到口袋裡面去 上個禮拜二我們去做到實現獲利 然後你要包含這個6175 這個被動元件這個鋁質電容 這個力噸的部分 我想這兩標的一樣 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四 就是幾乎賣在他的最高點這一天 上個禮拜禮拜一天 我們就說三趟的一個操作 三趟的一個操作 這個價差也高達37%多 37%的獲利 到上個禮拜禮拜四 我們是做第三趟的一個實現獲利 那獲利我想賣掉之後 連續四天都是收黑 那你不賣 我想你的獲利是不是又是大幅度的 又是侵蝕掉 這是力噸 請希望包像這個6451的 平蓋個股的這個 像這個 這個訊息的部分 我想以這檔標的一樣 我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禮拜是賣掉 賣掉之後我想 一樣 積息呼呼 禮拜三是漲停 禮拜四創高 創高 我們去做到實現獲利 實現獲利我想 以訊息的部分 在前天跌8塊半 今天跌8塊 前天跌8塊 今天跌10塊半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很容易把各位你的獲利 不僅僅做到大幅度的一個侵蝕 你又跌破到你的一個成本之下 那各位你就說 你不僅僅 抱上去抱下來 一毛錢都沒有去賺到 相對應 又破你的成本 又是你 又是持續性的一個套勞當中 我想這個 真的是為了出我們真的 最不樂意去看到的一個 實際上的一個狀況 其實今禮拜五 賣掉這個3026 像和聲堂的一個部分 和聲堂今天拉回大概3塊半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五賣掉 也幾乎賣到他的創高點 創高點賣掉之後 這段時間都在心 今天是小創高之後修正 今天修正3塊半的一個拉回 那變成我想 每一檔標的我們把它速度 最快最快的這一段一個價差 我們把它擷取下來 我想這是我們這個快打部隊 運作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特點 那定義是說 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等於是說 我們帶給各位的個股不多 每個禮拜我們就聚焦 兩檔到三檔個股 頂多三檔個股的一個操作 那尤其像我們在昨天賣掉這個微星 那我們就說 為什麼要做一個賣的一個動作 除了告訴各位 有買有賣 把實現這個獲利把它做到實現以外 就是說我們還要針對一檔 這個輪動性的一檔個股 來做到一趟買進的一個動作 那各位這個一樣是老話語句 你如果說你不把你的持股 把資金做個回收 獲利做個回收 你哪來的新的資金 往新的這個標的去做到移動 所以說我們帶給各位 都是集中火力的操作 一個禮拜就是兩檔到三檔 我們不會今天買兩檔 買三檔 買五檔 每天買每天買 只買不賣 我想這個 絕對不符合我們這個快打部隊 整個一個操作系統的一個運作 當然就是說 像就是說我們賣掉微星的一個後續 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今天有針對一檔 我們在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甚至我們在這個盤中 我們這個Light Act 都直接跟各位分享了一檔 這個缺貨概念 就是針對包括像物聯網 車聯網的一個盛行 那也造就這個微處理器 就是MCU 做到一趟大缺貨 那大缺貨就會引動一波 叫做漲價的一個效應 那漲價效應 其實我們在說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也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在盤中這個Light Act 也都跟各位做到一趟分享 當然就是說 針對這檔標的 我們幫各位去鎖定這檔個股 今天他已經形成 就是突破月線突破季線 一樣今天形成也叫起漲 起漲 那今天大盤大跌 那等於是說這檔標的 今天還是逆勢 收紅快接近3%左右 第一是說這檔股票一樣 帶各位買在中 叫做轉折起漲的 第一根K棒 一切入 我們就要帶給各位馬上轉 那相對於我想 這檔標的今天正式做到一趟表態 那並說我們在明天都還會做到 持續性的一個切入 等於是說這檔標的 一樣請各位 不要又是如同以往 不管是說 像全新已經做細抓 這個價差都40幾% 然後這個精彩50幾%的價差 只是說達韻兩趟 這個利潤三趟 想通這些的高票 你一檔一檔 像是我們這個體驗活動 這個這個這個 微星的部分 我們在昨天做獲利 一獲利 今天馬上做個拉回 我想這些好的這種輪動個股 我想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說你都一路錯過的話 我們就希望各位 過去你來不及參與 沒有關係 第二是說後續 從今天到未來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帶給各位的這些輪動性的 這些強勢輪動這種個股 買在他那個起漲點 後續拉高 每天在做個叫創新高 每天在做個數漲停 我們就希望各位 過去來不及參與沒關係 未來你一定要跟我們這個 漲停板創新高 一定要形成一個 叫直接的連動的一個關係 那變成說 我們在今天有實際性提供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這個買一送一再加一 這個年終優惠的這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詳細內容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說到我們這個Light at 來做個直接的一個登記的一個諮詢 那相對於在明天 我們在針對這檔MCU 這個微處理器 缺貨概念的這檔個股 一樣實際性 今天已經做到一趟啟動 那明天後續會做到 讓實際性加溫 那明天你上車都還來得及 我們一樣老話一句 希望各位 一定要跟緊腳步 那這個我們就相關這個 一買一送一再加一 這個專案內容 你都可以直接來做個直接的一個洽訊 好了 今天節目告端多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